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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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丁超 歡迎收看超級大贏家 今天再度反彈 我看幾點 176點 今天漲了176點 今天很多人 可能會誤以為 可能會誤以為 今天開高會像昨天這樣走低 可能會 我是說可能 開高之後會像昨天這樣 昨天不是走低嗎 開高走低嗎 沒有很低 但是至少是開高走低 昨天 那今天很多人會誤以為 開高又要走低 其實我早上還沒開盤 我就想好了 這種可能性 是0以下 是負的 負的可能 不是0 是負的 負的可能 完全不可能 為什麼不可能 因為你看這個就知道 這連漲三天 連漲三天 這個是跟台灣的股市 相關度最高的 會成半導體 連漲三天 而且都是大漲 這個雖然昨天不是大漲 是開高走低 但是這個就是漲的 這過歷史新高 你有沒有看到 你一定要注意美國股市 因為這是美國人的態度 外資的態度 連續漲三天 你注意看 連續漲的 那你看德國也是一樣 連續漲的 這有可能 今天會開高走低 不可能 昨天會開高走低 是因為大家還懷疑 美國股市 禮拜三晚上 會不會再漲 對不對 因為畢竟強攻兩天 所以昨天會有一個賣壓 會這樣產生 例如像這種股票 它昨天也是開高走低 今天大概是整理 而且連續漲了兩天之後 第三天 通常也會整理 正常的股票是這樣 但是有些股票是不會整理的 它不會理你的 你明白嗎 有些股票它不會理你的 所以為什麼要買最強的股票在這裡 我等一下再講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今天開高走低的機會等於零 以下 不是零 完全不可能 因為美國太強了 我講過 像這種行情 碰到這種行情 當然今天 昨天 或者是 當然今天 還有這兩 這連續三天來 我想一般投資朋友 大概也 如果有做多的投資朋友 大概也不用害怕 也不害怕 不是不用害怕 大概也漸漸不怕 今天禮拜四 從禮拜二 開始漸漸的 不怕了 那為什麼不怕 因為套牢 如果你沒有套牢 如果你有賣掉 你幹嘛害怕 這邊跌下來 你有什麼好害怕的 你只是等 要什麼時候買而已 那就是因為套牢 跌下來以後才會害怕 那漸漸漸漸不害怕了 那接下來就在期待 什麼時候 要直接過高點 過這個高點 就像這樣過高點 就像過高點 對不對 這一檔當然是最強 因為 這六天時間裡面 從30號 31號 還有這個禮拜 這四天 它幾乎是不跌的 所以不跌的股票 當然是最強 股票就是 不跌的股票 這個跌一天以後 馬上進入整理 不跌的股票 當然是會最強 我是說不跌的 不跌的股票 就是有人在照顧 不跌的股票 當然會最強 沒有錯吧 這個當然是題外話 我是告訴你就是 如果要做多 為什麼要做多最強的 放空 為什麼要放空 最糟糕的 最弱的 你非常之 那個強勢股 你不能是給它空啊 對不對 這個是一個概念的問題 好 那我已經講過 這三天時間裡面的反彈 這個要講清楚一點 還有這三天 OTC也是一樣 這三天的反彈 這個叫反彈 對不對 這個反彈 建立在什麼樣的態度 建立在基本面很好嗎 那如果一直講基本面很好 那個就太多了 我就不想跟你解釋了 因為跌下去你每天都把基本面很好 宏達電最好啦 我告訴你 宏達電最好 宏達電基本面最好 在這邊的時候最好啦 宏達電最好 沒有人比他好 時間前宏達電有誰比他好 基本面很好你就變這樣 宏達電變紅茶店 不要輸了錢一直講基本面很好 講那個太糟糕了 太糟糕了 每一檔股票基本面都很好 如果不好你不會買 如果這個股票基本面不好 你不會買這裡 因為它就是很好你才會買 不好你怎麼可能會買它呢 它一定是基本面很好你才會買 所以一直講這個沒有用 股票市場是技術面在操作 不是基本面在操作 對不對 沒有問題吧 好 那我再告訴各位 那這個盤勢會這麼強 到底什麼樣的原因 只有一個原因就是 美國股市太強了 我只能夠這樣解釋 美國股市太強 這創歷史新高 所以亞洲股市當然 也會被美國股市救起來 因為這個都有外資嘛 日本也是有外資啊 台灣也是有外資啊 中國也是有外資啊 香港也有外資啊 更多耶 那韓國也有外資啊 所以外資的買賣 一定是跟著美國股市 那如果美國股市沒有漲 一直往下 如果美國股市是跌的 那大概也是不會漲 大概是這個原因 好那為什麼我要解釋這麼清楚 就是我要讓你相信美國股市 如果美國股市一直都很好 一直都是強勢 那台北股市不會太久時間 就會過性高了 不會太久 我可以跟你講 就算這個地方看起來很難看 不會太久的時間就會過這個高點 如果這個一直都是維持非常 因為它是月線往上走 它是短多嘛 它打下來也是短線多方式啊 短多啊 中多啊我講過嘛 那這個是跟台北股市比較接近的指數 因為台積電這邊掛牌 它打下來曾經一度短空中多嘛 那因為它季線往上走 所以是中多嘛 它有跌破 但是季線往上走啊 往上走它沒有改變方向啊 所以它現在跑上來以後 月線扣底值在這裡嘛 它原本比它低嘛 現在跑得比它更高 所以月線扭轉向上 月線扭轉向上以後 它會幫助台積電啊 它會幫助這兩股票 那台積電就會幫助大盤嘛 是不是 可是我們大盤是月線還是向下 扣底值在這裡 因為大盤不是只有台積電 了解我意思嗎 所以如果美國股市一直都很強的話 一直維持創新高的階段 或是大漲小回 沒有再破壞 那當然台北股市就 問題就不大了 了解我意思嗎 好那現在我們 我們現在不預設立場 我們不能說美國股市它天天漲 我們不能期待美國股市是天天大漲 現在有可能怎麼可能要這樣講 對不對 這邊跌下來好幾天以後 它也是守在這個季線以上對不對 這守在季線 這也剛好打到季線對不對 好幾次都是 美國股市之前都是這樣 好幾次都打到季線嘛 都沒事嘛 是不是好幾次啊 季線嘛 那如果美國股市是這樣 為什麼要一直做這樣的假設 這個指數是攸關全世界嗎 這是攸關全世界啊 那美國股市沒事的話 我們這個怎麼可能會有事 不會有事啊 包含中國股市也不會有事啊 包含日本韓國都不會啊 因為被美國股市救上了 因為這是一定的 跑不了的 因為美國股市才是王啊 華爾街才是王啊 你要記住這一點 所以我們接下來怎麼做呢 我們當然第一個 我們要看美國股市 連漲三天之後 在今天禮拜四 還有明天禮拜五 還有下禮拜以後的走勢了嘛 因為這個盤是 原本是多頭被壓著打 因為破線破架吧 那現在多頭已經撿到槍啊 等於是說已經他可以 他談了這幾天以後 跌了一千多點下來 談上去也談六百多點啊 這個跌幅等於是這邊下跌一千零五十九點 他已經收復跌幅 跌點的一半以上了嘛 他已經超過一半了 一半就是一萬一千六百七十 六百六十七點 六十八點左右嘛 這超過一半了 也回撤也是 也反彈到季線來了 也靠近景線了對不對 對不對 對不對 沒有錯嘛 他反彈上來以後 交在這個地方的下跌跌勢 他就開始什麼 有條件進度整理 他就不是那麼恐慌了 可是有個條件就是要注意 就是 彈上來之後 他一直都是在空單回補的 一直都沒有很大的成交量 這個是比較麻煩的 就是 其實這個地方的上漲 建立在 尤其是這個東西啊 這個期貨指數 這很多人都算這個嘛 這個是建立在期貨指數的軋空嘛 這打地板的時候 被軋上來五百點六百點 就好像這邊輸了一千多點一樣 這個地方有些人做多了 停損以後反鎖空 然後又被軋上了 兩邊輸嘛 這個等於是在軋空了嘛 軋指數嘛 軋指數他就會帶現貨啊 帶現股嘛 可是現股來講 他成交量 畢竟這個地方觀望 大部分都是套勞之後 包含法人也是一樣 主力也是一樣 套勞之後的自拉解套嘛 那自拉解套他買的 他只要 因為現在目前來講 那成交量變少 他只要一扯他就攻上去 那拉解套之後 他會取得多空的意味或是平衡嘛 那平衡之後 真正的決斷點在哪裡 當然是明天啊 因為這三天 基本上 你如果這三天裡面 很多投資朋友他不懂啦 有些人在放空 就是一打地板 一直每天放空 這個態度不對 我跟你講 我做事情很小心的 我其實我這今天禮拜四嘛 我這從禮拜一到今天 我大部分都是只講不做 很少操作啦 如果有做也是做當衝啊 這會員都在看我都知道 那等於是說 其實也 也在浪費時間啊 那老師 那他們都很厲害 都會去買漲停板的股票 那你就相信他們就好了嘛 好 我們休息一下等一下回到基本上 0277259668 所以我常講喔 我常講說不要跟市場爭辯嘛 漲就是漲 跌就是跌啊 說什麼要幹嘛 那現在在反彈就是在漲 漲就是漲你講那麼多幹嘛 漲你就不要想要跟它逆勢 好 例如說現在在漲 我的選擇只有兩種 第一個 我不會去放空 再漲 我不會去空 你會 但是我不會 因為有些人就是要意氣用事 我不會 再漲 我只有兩種選擇 第一個 我不做 什麼事情我都不做 我就看 那第二種就是 我買進 兩種而已 那買進可是 那你昨天為什麼不買進 前天為什麼不買進 這一天為什麼不買進 我在這邊的時候我買了這一檔股票 我不是跟你講嗎 做兩天我們就跑了 因為我沒有把握它要漲幾天 我在這邊怎麼知道它會漲三天 就只有你知道我都不知道 因為你最厲害我不厲害 我在這邊買中美金 我怎麼知道它會漲三天 不知道啊 我只是這一天買中美金 然後隔天我就賣了 對不對 那接下來我就開始什麼 這兩天時間 我都是帶會員當沖 對不對 做當沖 對不對 這兩天 那做當沖當然是做多的當沖 因為它的趨勢盤是往上走的 它是反彈波 當然是往上做當沖 做多當沖 做多當沖 那做多當沖也是做多 那你為什麼沒有像他們那麼勇敢 就流到就是做破斷 我不勇敢 因為勇敢的都走去錢 都輸了了 勇敢的都在這邊停損 因為有些人 你在看起來好像跌下去漲起來 好像沒事 怎麼會沒事 那些用借錢買股票的 這就斷頭了 你賺錢就倒了 三成就倒了 三成你就倒了 很多股票跌三成的太多了 你不要每次都是講這一檔 因為你才沒有這一檔 你不要把它騙 是不是 你講這一檔也是幹嘛 你講這種東西 特例的也是幹嘛 講這種特定例子的幹嘛 或者是這個 是不是 這個不會跌了 對不對 跌下去馬上又攀頭上去了 對不對 你講這個當然對不對 當然沒有問題 但是問題是每一檔都這樣嗎 包含這一檔股票都不是這樣 這一檔股票全值股也不是這樣 這個也都不是這樣 對不對 也都還沒有回復到1月20號的點 能夠漲到1月20號以上的點 那算是厲害的啦 我可以跟你講 像這個其實被動元件也蠻厲害的 早就回到這個點 這個點就是1月20號封關的點 等於是這六天時間 對不對 能夠回到這個點的股票 這跌下去這六天 跌下去嘛 跌下去兩三天 然後再反彈 也還沒到這個點 那如果可以 有的股票可以跑到這個位置來 那些股票算過 人家說真的 它收復失途嘛 但是大部分都還沒有 因為你大盤等於是反 反彈跌點的一半左右嘛 就是如果很多股票都反彈到一半 那跟上大盤那沒有問題 好 那我剛才已經講過 我可以什麼都不做 那我也可以做當成 我選擇是這樣 那為什麼我要這樣做呢 因為我只有一個目的 我要放空 你沒有聽錯 老師放空你怎麼 你怎麼沒像 你怎麼這麼大盤的 直接把他放空下去 那是你啊 不是我啊 我沒像你才說 你去放空這裡我都知道 你的打地板我知道啊 你打地板啊 那但是我等啊 我等它漲啊 我等它漲起來我再空啊 我可以有兩種選擇嘛 那我今天我在 其實我在這邊都講過了嘛 那X193008 我今天有講 你還沒加入趕快加入 我講過我說 做股票有兩種方式 你先買後賣 你買100賣150 那你是賺50 那就對了 那或者是什麼 我不要先買啊 我賣150買100 我也是賺50 都是賺50塊 那只是買跟賣的動作 剛好相反 那現在目前漲起來以後 是這些套牢的人在搶在買的 因為 但是我怎麼知道 我們怎麼會知道 他連漲三天呢 不知道 不要假啊 我就是不知道會能連漲三天 你也不知道 你不要假啊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不要跟我硬掰 不要說漲起來以後說 你要知道 我趕快要把他抠下去買下去 要不要知道 對不對 我切雞撻水 對嗎 撻到撲水 減撲水 我就做總統了 我就在這裡幫你解剖了 要不要知道 什麼東西會先知道嗎 你不要說 什麼東西會先知道 我如果知道 這個叫放炮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你如果說 這個我知道會漲到這裡來 那我怎麼可能不會去買呢 我就買年花科買198 買這個198就好了吧 我不會買喔 那我就是不知道啊 我真的不知道 他會連漲三天上來啊 我不知道啊 所以我能夠做這檔股票 做兩天已經不錯了嘛 是不是 那昨天又當沖這檔股票 對不對 不錯了吧 是不是 那一樣的道理啊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這個盤是上來以後 他在這個地方 如果他沒有彈上來呢 假設他沒有彈上來呢 現在我們看他彈上來對不對 但是如果假設沒有彈上來 你怎麼辦 那我就搶我怎麼辦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我這是聰明者所跟你講的話 你要聽得懂 你不要開玩笑 每次漲起來以後就放炮 你怎麼知道會漲三天 不知道嘛 所以我這麼小心的原因就是 因為我不知道 但是為什麼有些老師他敢 他敢一直加碼 因為他沒有加碼不行 他沒有辦法跟會人交代 他已經輸了 輸了我趕快了 沒買嘛 沒跑嘛 只好硬拼啊 硬拼 但是好拼到了 那是運氣好 但是不會每次運氣都這麼好 這一次就是美國救的 不是我們厲害 我已經講過就是美國救的 美國救了全世界 是美國救了全世界 不是台北股市厲害 絕對不是台北股市厲害 你不要搞清楚 所以我們做的動作 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讓他 那你想想看啊 如果他沒有反彈呢 他沒有反彈力量這麼強呢 我們早就放空了 早就加空下去了 就是因為他這麼強 所以我一直等 這樣我有厲害嗎 很多人看到我的節目對不對 他自己就打地板 去放空他低一點 然後呢 這個不對 我們做事情是有個策略 就是說你要買股票你也可以等 何況是做空你也可以等 好那最好的情況怎麼樣 我今天在LINE裡面跟各位講過 我在裡面LINE有講過 說這個盤勢上來以後 產生了多空意味點 他回到了 他上來以後 他準備封閉這個缺口 跟這個警線 還沒到嘛 但是其實意思已經到 已經反彈過一半了 那接下來走法呢 會不會這樣子就出去 這樣子咻 這樣子 這樣子直接就V型上去 美國有可能台灣是完全不可能 我可以跟你講 不可能 這種條件等於零 就像今天要跌的條件等於零一樣 所以基本上有兩種假設 第一個假設就是 上去之後到下降月線到頸線 這個地方就是力道受阻了 這個昨天還已經開始有點晃了 對不對 那是因為美國股市又大漲 所以它多漲一天 那量也收上了 所以這個地方已經開始 碰到力道受阻 所以接下來呢 走法就是 再打一次底 或是打兩次底 形成了雙重底 或者是三重底 或者是多重底 這個是最好的情況 最用的 上去以後 再打一次 打一次如果沒有再破底 那當然就是 最好 我們就不希望 打下來我們就不希望它破底 破型都還得了 就不能破底 打下來以後不但不破底 所以最好連這一根K線的低點都 11,400點都不要跌破 你知道嗎 再打一個底 這個地方就是好的買點 要聽我的意思嗎 那個就是好的買點 要買的話等那個時候再買 另外老師說股票都買不到要怎樣 不用怕啦 我給你補 不要補了 你不是很愛這個 你不是很愛 你不是說要買口罩 我告訴你 我拜年就給你 我禮拜三就講過 所以這個時候 如果其他股票在漲的時候 就是口罩概念股 什麼東西的 你就不需要不要碰 我有沒有在飛盤台連線 今天禮拜四 我禮拜二早上留點半 我有沒有講 連跌三天 那其他股票 台積電都會漲 你的股票都會漲 那口罩概念股怎麼會漲 這個概念你隨便想也懂 口罩概念股 就是大盤在跌的時候它在漲的 你也賣三半 所以做股票不要亂做 了解我意思嗎 所以你看這幾個地方跌下來以後 彈上去 你說老實說我買不到股票 不然你去買這個 你怎麼買沒有 多的事啊 你怎麼說買沒有 為什麼 怎麼會沒有股票可以買呢 一大堆股票讓你買 怎麼會沒有呢 1723的股票 每天都有股票可以買 每天都有股票可以買 每天都有股票可以提借 你不用怕 你不用擔心 包含這種股票都還沒漲 我在怕買不到 還包含之前 友達不是說還沒漲 我不是跟你講說 有錢不怕買不到股票 你看友達那時候 大家都漲的時候 他還不是沒漲 他後來不是又漲了 怎麼會買不到股票 你有錢怕買不到股票 你怕股票飛上去 除非你想要買這一檔 除非是你要買強壽 或者是你要買特斯拉 美國那個特斯拉 不然你怎麼會買不到股票 你有錢怕買沒有 我不相信有錢怕買沒有股票 所以我不會急 所以如果你要操作股票 要做多 你當然可以找我 為什麼 因為我以後會帶你做多 以後會帶你做多 但是現在反彈上來以後 我建議你先賣 我建議你先賣 先賣之後 我們會看情況 反彈之後 力道受阻之後 我們會看情況 我們就要開始 這個 如果 可以測試到美國股市 要開始要跌了 我們就可以 其實就可以做短線的空彈 了解我意思嗎 多空都可以操作的 不要跟市場爭 漲就是漲 跌就是跌 我想這個 你要跟丁超操作 你可以跟我們線上的 助理人員 直接聯繫 你要怎麼參加會員 你問他們 那或者是 你趕快加入Lightsego 3008 我們在盤前盤後 盤中 我們會一些訊息跟你分享 我已經講過了 反彈上來 該賣就賣 不要再碰到一次 所謂碰到一次 就是你不要再碰到一次 1月30號那種情況 你連賣都賣不掉 明天見 拜拜 拜拜 拍攝 1月30號 呈現 1月30日 八月30日 10週五 1月30日 11月30日 10月31日 15日 199日